与外城相比啊 内城的建筑就精细了许多 屋角飞檐雕梁画洞上 也多出了许多造型雕饰 只是雕饰的却全都是些状态各异的凶兽 韩丽竟是大部分的都没见过 街道两旁的酒楼和商铺也都变成三层阁楼 中间还夹杂着一些庭院深深的客栈 最让韩丽有些意外的是 几乎每隔上几条街道 这街巷当中最热闹的地方 就会有一座巨大的圆形建筑 这些建筑往往只在四方各开出一道大门 墙体上到处都镌刻着用来加固的符文 里面不时会有山呼海啸般的贺彩声传出来 金童这波声音勾起了有些心动 说道 大叔 这里面好像很热闹 咱们进去看看吧 不过是些赌斗场所罢了 像寻常侍警之人来抓野鸡土狗 放在一起让他们撕咬 围观之人下注猜书营罢了 这些日子连番赶路 今晚就在城中休息一下 明日再考虑出城去蛮黄界狱吧 说吧 金童之街身形一缩 化作一只数寸大小的金色甲虫 扣在韩丽的手指上变做了一枚金戒指 韩丽无奈地一笑朝着城池中央走去 越往城池中央走去 这街道上的建筑呢 反倒变得稀疏了 这多半不是因为内城不繁华 而是因为内城核心区域的建筑 都是根据那个巨大法阵的布局来的 所以不能随意更改 自然就不会太拥挤过建了 韩丽来到一个街口前 看到了巷弄之内 筑立着一座高大的珠虹门楼 这立柱上龙盘凤翼 雕刻有锦簇花坛 正中写着烟渺圆三个大字 韩丽的双目中蓝光闪动 透过门楼看到了街向后方区域 天地元气充沛 远胜周围其他各地 便举步朝着门楼这边走了过来 临近门口的时候才注意到 旁边居然竖着一块黑色木牌 上面书写着一行字迹 本源只接待华神以上修士 韩丽笑了笑摇了摇头 台步走了进去 一进门楼内 这光线骤然亮了起来 韩丽眼神微眯 就看到迎面有一个身材修长 容貌秀丽的宫装女修士 诗诗然来到她身边 女修冲得绿意欠身 开口说道 贵客临门 有失远迎了 这女修士言语姿态 颇为的恭敬 让人挑不出半点毛病来 只是脸上的笑容 实在太过归正 像是长久以来形成的标准姿势 令人颇有些疏离之感 韩丽四下望了一眼 问道 客房可还有空余 一等员中还有一院客房 位置还算幽静 客房还有等级之分吗 那贾等员可还有客院 贵客定是出到这园荒城吧 这城内所有仙家客栈 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客房皆分 贾 乙 丙 丁四个等级 贾等只对 真仙以上的修士开放 所以 以您大成期的修为境界 一等客房最为合适 原来如此 无妨 前面带路吧 对于住所仪式啊 韩丽并无多少计较的意思 毕竟只是临时住上一晚上而已 宫庄女修是文言以犹豫 还是开口说道 啊 贵客不询问一下价格 一会儿安排一桌酒宴送过来 明日离开时一起结算 好的 贵客请随我来 宫庄女修带着韩丽出了后堂 沿着一条曲折廊道 朝着后方院落缓缓行去 宫庄女修走在韩丽半个身位前 开口说道 贵客既是初来乍到 为何不在这荒原城中 多逗留几日 这城中还有些值得一去的所在 贵客若不游览一番 实在有些可惜 哦 那就有劳姑娘讲解一番咯 这原荒城最早的建成年代 已不可考 历史上曾多次毁于 修士与蛮荒凶兽的战争 现如今的城池 也是上一次战争被毁之后 在北韩先遇各大顶级宗门的支持下 才重建起来的 哦 蛮荒凶兽曾多次攻入过原荒城 不错 据说是在一些蛮荒真灵的带领下 主动杀进原荒城的 不过 距离上一次大规模战争 已经太多年了 很多人恐怕已经不记得了 这么说来 这原荒城是由各大宗门 共同掌管的咯 并非如此 原荒城位置实在太过特殊 现如今管理者乃是城主府 并不受各大宗门掣肘 不过 与各大宗门关系也都不错 向来能够安稳自持 那先公呢 不对此处有监管之责吗 北韩先公倒是想插手进来 一方面 是各大宗门不许 另一方面 原荒城主 也是一名金仙巅峰修士 所以他们是有心无力 不过 不过什么 倒也不是不能说的秘密 之前竹龙道横生变故 北韩先玉的局势 只怕会生变故 原荒城 未必不会受到波及 韩丽听吧 心中倒是宽慰了几分 由此看来 明寒先公的变故 还没有在北韩先玉大范围的传播开来 至少这原荒城中 还没有什么消息传递过来 如此一说 倒也的确是 北韩先玉现在如今 是越来越不平静了 切身斗胆问一下 贵客来这原荒城 是要做什么 实不相瞒 我是想去蛮荒介遇 明天就打算出城的 出城 您可是与人结伴 一同前往 不曾结伴 我习惯一人独行 请恕妾身多嘴 妾身也绝无冒犯之意 只是 以贵客的修为 若是孤身一人出城的话 那无异于 是以身四虎 以身头狼啊 姑娘此话何意 莫非这城外 有什么大的凶险 贵客有所不知 原荒城外 便是一片百万里的茫茫沙海 当中全是深不见底的流沙陷坑 莫说行人不能通行 就是生于别处的沙漠异兽 到了此处 也都无法立身 除非乘坐城内的大型渡船 方能抵达对岸的 蛮荒大陆 既然 陆路无法通行 修士 自可欲空而行 莫不是空中 还有什么危险吗 莫说真仙修士 就是金仙修士 只怕都不敢如此大胆 贸然飞入那片沙海区域 唉 我们这里临近蛮荒介遇 原荒城内 自上次战争之后 就极少有凶兽现身 可那片沙海之中 却时常有强大的 蛮荒生灵友谊 一旦被其盯上 即使是真仙后期修士 下场也往往十分凄惨 韩丽听她的语气 便知道她不是威严耸听 眉头微微醋了起来 除此之外 即使侥幸能够不遇到凶兽袭击 还有很多海市蜃楼 沙海幻象等着你 若是在其中迷路 运气好的 兜兜转转个数百年 也许还有机会回到原荒城 运气差些 就恐怕 不知姑娘所说的渡船 又在何处乘坐呢 西城门上的烽火堕口 便是渡船码头 不过这种渡船 每年只有两趟 您来的还算凑巧 距离下艘渡船出发 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修士进入沙海 容易受到攻击 那这满载修士的渡船 岂不是更容易引来凶兽吗 贵客有所不知 这些沙海渡船 乃是城珠府所知 据说上面有些 外人无法知道的特别机关 能够掩藏整船的气息 使得蛮荒生灵 无法发掘 这么说来 乘坐这渡船 就能万无一失 到达彼岸了 贵客说笑了 哪有什么万无一失之事 事实上八年前 渡船就曾出过一次事故 被某只真灵易受伏击 船臣杀海 死伤惨重 既然渡船能够隐藏气息 为何还会被凶兽伏击呢 说话间 两个人绕过了一块 九龙影壁 来到了后庭 女修不开一旁古树 探过来的枝亚 走了过去 继续说道 据说是船上 有一名真仙境的猎荒修士 在之前一次猎荒行动中 杀了一窝幼年的九眼岩游 激怒了当时外出的真仙级九眼岩游 被他从窝中血迹里 嗅到了修士的血脉气息 故而才有了后来的这一场祸事 哦 猎荒修士 指的是进入蛮荒界域 猎取异兽的修士吧 是 也不是 猎杀蛮荒异兽 的确是猎荒修士目标的一部分 但却不全是 采集蛮荒界域生长的其花异草 开挖一些林矿宝石 也是他们的目的之一 这么说来 这漫长岁月以来 进入蛮荒界域的修士 应该不计其数 不知 是否有蛮荒界域的地图流传下来 哪怕是不全的也可以 没有 贵客这几日 若是去商铺 可千万要小心 那些都守蛮荒界域地图的家伙 十个有十个都是骗子 哦 这又是为何呢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 修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